各位好,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Java的范例解题 好,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这一题是区间公式的运作 那从题目上的需求是使用者输入X 然后计算Y的结果输出 那输入的部分X是INT 那输出的结果也是整数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条件 当X小于-1的时候 X比-1还要小 那计算的过程就是3乘上X的平方 那如果X的值是介于-1到正1之间 它的计算过程是X的三次方 加上3乘上X减3 那如果超过1的话 如果X是大于1的话 那它的输出结果就是2乘上X加3 这是题目上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码的部分 好,那这一题呢 为了要接收使用者的输入 所以一样我们要有个scanner 那个物件是SCN 那使用者输入资料之后呢 放到X这个变数里面 好,那首先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X呢比-1还要小的话 那输出结果就是3乘上X 3乘上X的平方 所以X连续乘两次就变成平方的部分 那3乘上X的平方 好,那如果说这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代表它并没有比-1小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落入第二个范围 这个条件不满足就会跑来这边 所以它如果 我们知道嘛 这边如果条件不满足 代表它一定是等于-1 或者比-1还要大 好,所以我只要判断它有没有比1 正1小 小于等于正1的话 那我就靠用第二个阶段的公式 就是X的三次方 加上3乘以X减3 X的三次方加上3乘上X减3 得到第二个区段的结果 把它显示出来 那如果上面两个条件都不满足 代表它已经大于正1了 X已经大于正1 所以就是2乘上X加3 好,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翻例输入 -5的部分 得到结果是75 跟我们的题目要求是一致的 再来输入8 输入8的部分呢 得到19 也是一样的 好,再来我们输入0的部分 得到结果是-3 也是一样 好,所以 透过这样的城市翻例 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达到 我刚刚题目上的要求 区间公司的这个计算 好,以上 城市翻例解题 提供给各位参考 明镜需要您の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